2020年的3月20号上午9点左右 住在上海浦东区某栋居民楼 120腰房的退休刘老师 早上晨练完以后 并顺道去太厢买菜回到家 他刚掏出钥匙箱打开门的时候 突然就隐隐约约的 闻到了一股刺鼻的味道 不知道是从哪里窜出来的浓烟 他以为是自家老头 早上煮东西忘却关火了 导致什么烧着了 就赶紧把自家的门打开进屋查看 可是自家厨房并没有煮什么东西 他到老头也外出去了 房中是空无一人 刘雨时松了一口气之后 却发现这浓烟是越来越刺鼻了 好像还伴随着肉被烧焦的味道 他觉得不放心 明明中总是感觉哪里出了问题了 飞机就打开门出去私处查看 很快 他就发现这浓烟是从自家的对门 1202房刘先生家里窜出来的 察觉到危险的态 立马拍门高呼 是火了 是火了 你们有人吗 赶紧开门出来呀 可是1202房没有任何的反应 同楼层其他住户听到叫声 纷纷过来帮忙 奋力拍门无果之后 有人激紧地按响了楼道里的报警器 有人惊慌失措地拨打了19报警 还有人说打火好像是很猛烈的样子 为了安全起见 建议大家赶紧从消防通道里离开 下楼之后 有熟悉起火住户流线上的人 赶紧就给他打了电话 告知了这个突发情况 很快在小区四周就围满了里三层外三层的群众 大家从房子的外围就能判断失火房间的伙食是有多么的猛烈 那火苗甚至是从窗户就直接就窜了出来 现场浓烟滚滚 实在是太可怕了 大家一滚纷纷的同时 又在心里暗暗地祈祷着 但愿房间里没有人滞留 不然估计很难逃出生天的 突然 人群里传出了一个男人悲痛欲绝的哭声 是1202房收瓦了吗 我 我这宝贝女儿还在里面休息呀 怎么办 怎么办呢 我要救她 我要救她 有人认出来 此人正是1202的业主刘先生 说完了这句话之后 惊慌失措的刘先生 就想愤不顾身地往失火的楼道里扎进去 众人见状赶紧就跑过来 合力拉住了情绪失控的他 接到报警之后 急速赶来的消防员 虽然是争分夺秒地把大火全部扑灭了 但奇迹并没有出现 刘先生年俭27岁的女儿刘敏 葬身在了这场熊熊大火之中 刘敏的生命 最终被定格在了如花一般的年纪里 丧女之痛刻骨铭心 刘敏父母听闻女儿的死讯 可谓是悲痛欲绝 直接就跌坐在地上垂胸顿足 嚎啕大哭起来 此情此景 怎能不让人闻者伤心 听者流泪呢 我们在同情这一家的遭遇时 又不得不思讨一个问题 按理说 这种大火既不是电线老化 也不是天然气泄漏 一时半刻是烧不起来的 肯定是有一个燃烧的过程 出事的时候又刚好是在白天 还是工作日 刘敏应该早就起床了 为什么却没有发掘房间失火 并且及时地逃出来呢 为什么就没有人听见呼救声呢 当大火被扑灭之后 人们进入现场的时候 令人震惊的情况出现了 在一片废墟当中 找到了惨不忍睹 蜷缩在卧室一角 被烧焦的刘敏尸体 在刘敏的尸体上 还要挤出清晰可见的刀伤 有人突然就明白过来 大声地高呼着 快点报警 他很有可能是被害的 警方接到报警之后 迅速地赶到了案发现场 很快他们就得出了结论 死者刘敏的真正死因 正是被戾气刺伤了左锁骨 造成了动脉破裂 导致打出血死亡的 他是死后才被人焚尸的 嫌疑人的钻工具 就是被遗留在现场的一把水果刀 这个发现 让整个案件的性质 就迅速发生了变化 这场大火极有可能不是意外 而是嫌疑人把刘敏杀害之后 在人为纵火的 面对这种可能性 刘母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 穷凶极恶的嫌疑人 不仅把他唯一的女儿给杀了 还一把火把他唯一的房子也给烧了 凶手的恶劣行径 着实是令人气愤 恨不得亲手诸直 大谢拔快 那么 这个实恶不赦的凶手 究竟是谁呢 当警方调取小区的监控 把嫌疑人的身份确定之后 人们更加是震惊不已 瞠目结舌 大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这个凶手 竟然就是刚刚与刘敏结婚 才三个月的丈夫 严豪杰 嫌疑人竟然是新婚丈夫 这个结果让人完全就不敢相信 严豪杰和刘敏新婚 才刚刚三个月 按理说 新婚蜜月期的甜蜜还没有过呢 而且刘敏遇害时 已经怀孕一个多月了 严豪杰怎么会做出这种伤天害理 惨绝人寰的事情呢 是不是案发之前 两口子发生什么矛盾 导致了争执和失控的呢 然而对于大家这种猜测 刘父刘母很快就否定了 据刘父刘母介绍 女儿女婿的感情向来都是很好的 从来没有见他们半嘴吵过架 女婿平日里看起来 也是挺有礼数的一个人 双方父母都是上海本地人 两家也住得不远 往来居住都是很方便的 也很随意 在案发的前一天 女儿刘敏和盐豪杰两人 一起在自家吃完晚饭 两人有说有笑 相处得还挺愉快的 这么一来 疑问就更大了 如果两人的感情没有任何问题的话 是什么事情让盐豪杰突然翻脸 并做出这么极端的举动的呢 很快警方发现 要想找到盐豪杰并不难 在作案之后 他静止回到了不远车的父母家 并在父亲的带领下 去官局拖案子手乱 警方经过调查之后 将这起案子移交给了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 当时由于正是新冠疫情 最为肆虐的时候 出于疫情防控的需要 检察官对被积压在监狱里的盐豪杰 进行了远程提审 可是盐豪杰那态度 却让他们很是吃惊 当检察官跟他连通了视频之后 对他发起审问的时候 他上来就是云淡风轻的一句 我不想与你们交流 没什么好交流的 人就是我杀的 我现在就挡着枪壁就好了 检察官问他 你对自己的人生就那么的不珍惜 和没有期待的吗 盐豪杰说 期待什么呢 有什么好期待的呢 人生不过就是如此啊 他不仅是目中无人 漠视生命 还一副拒不配合 吊儿郎当的样子 让人恨不得上去给他两巴掌 制造了这起滔天罪行 盐豪杰不仅是没有丝毫地懊悔 反而是摆出了一副毫不在乎 爱咋地咋地的样子 而这种对自己和他人生命 漠视的态度 一时间让阅人无数的检察官 都有点惊讶无语了 因为他的言行举止实在是太过反常了 检察官为了谨慎起见 暂停了提审 先让鉴定中心给他做了的精神鉴定 但是鉴定的结果却显示 盐豪杰的精神状况是正常的 那到底是什么 导致盐豪杰做事如此的残忍 和不顾后果的呢 按照盐豪杰的供述 他之所以要杀害新婚三个多月的妻子 是因为他赌博输了钱 他想找他要25万应急 可是妻子不同意把钱给他 他一时心急就下了杀手 他还打言不惭地说 我只是拿区区的25万而已 我应急要用呀 我又没有把他的钱全部拿走 他凭什么不给呀 仅仅是为了25万 他就把同床共枕的妻子给杀了 这实在是令人不解 要知道这25万 对普通人来说可能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但是对盐豪杰来说 其实不算是太大的问题 10年28岁的盐豪杰 出生在上海一个比较殷实的家庭里 父母都是在上海开经销商的 家里有七八套别墅和几辆豪车 父母从小就为他提供非常优渥的生活 不仅有专门的保姆照顾 还每天都是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 从一年级开始 盐妇就把他送到了上海一所 年费5万的私立学校 在20年前 他的学费就比很多人一年到工资都要高 这是什么概念 转眼间 盐豪杰就长大成人了 他和刘米相识相爱 很快就步入了婚姻殿堂 为了减轻小家庭的压力 严父严母对儿子出手是相当的大方 先不说婚房婚车吧 光结婚的彩礼就给了70多万 可以想象 对小两头来说 一次性拿出25万 根本就不成问题 可是 这就更加让人想不通了 既然不是什么太重的负担 盐豪杰为什么要做出如此过激的举动呢 刘米为什么连这区区的25万都不肯给丈夫呢 盐豪杰口口声声说要应急 到底要应的是什么急呢 要想了解这一切的话 就得从盐豪杰的人生经历来说起了 在这次的提审当中 盐豪杰的身世也浮出了嘴面 这是一个一直以来远他自己都是一无所知的秘密 据盐豪杰的父亲说 盐豪杰并不是他们亲生儿子 是他从安徽抱养来的 盐豪杰的父亲说 他和妻子曾经有一个儿子 儿子不仅长相俊俏 脑子也是非常的聪明 可是天度英才 孩子长到11岁的时候 就得了急性白血病去世了 人到中年痛失爱子 夫妻俩是悲痛欲绝 后来他和妻子在儿子走后的第二年 又重新怀上了一个孩子 正当两人以为是苦精干来的时候 就因为妻子的身体 孩子流产了 妻子后面就再也怀不上了 两次失去孩子 保经生活催谈的母亲 还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为了缓解妻子的病情 和慰及他想念孩子的忧思 父亲在亲戚朋友的建议下 却安徽农村抱养了一个孩子 这个孩子 就是当时才一个多月的严豪杰 虽然孩子是领养的 夫妻俩却没有异心 把他视如己出 经历了丧子之痛的严父严母 或许是出于补偿的心理 对于领养的严豪杰 严父严母是小心翼翼地呵护着 严父严母请了奶妈 请了专业的保姆带他 给他毫无保留带 他们不仅从物质上 给孩子最好的生活 也从来没有跟任何人 透露过他是领养的 对他甚至比自己的 亲生孩子都要好 对于一个孩子来说 有这么一对毫无保留的 为自己付出的养父母 其实是很多人 几辈子都修不来的福分 更难得的是 严豪杰的养父母 就跟许许多多的 任劳任怨的中国父母一样 虽然他们对孩子 倾注了自己所有的爱 但是从来没有 苛求任何的回报 他们只是希望严豪杰 以后能有一个美好的人生 仅此而已 可为什么却偏偏是 事与愿违呢 二十年后 严豪杰却长成了一个 自私又冷漠的人呢 这是为什么呢 究其原因 也许是因为这二十多年来 养父母虽然为严豪杰 奋力地铺好了一条 宽阔的人生大道 但严豪杰本人呢 悟性太低了 他不仅没有学会如何走路 更加不懂得感恩之心 我们都知道 对于严豪杰的教育 严豪杰的父母出手 可谓是毫不吝啬的 费用高昂的私立学校 他从小学一路就读到了高中 后来 严豪杰上了大学 沿着父母 颇好的路子 顺风顺水地走着 如果能顺利地大学毕业 严豪杰的人生之路 也许会有无数种选择 他可以自成副业 帮着父亲管理工厂 也可以考虑自主创业 开创自己的天地 毕竟创业的资金 养父母肯定是为他提供的 哪怕是按部就班的上班 那也是有着大把的机会 过好生活的 可是严豪杰的大学 究竟读成什么样的了呢 据严妇说 虽然一路读着昂贵的学校 但是严豪杰的成绩 是并不理想的 而且他对学习 也是没有什么兴趣 进来大学 体验了短暂的新鲜感之后 他就感觉腻了 奋养父母说 自己不想读了 面对严豪杰的任性 要怎么办呢 如果换走别的父母 肯定会怒火冲天 坚决反对孩子的 可是严豪杰的养父母呢 虽然我们无意指责 但是他们对严豪杰这个孩子 实在是过于溺爱了 他们根本没把孩子 这个无理的要求当回事 在他们看来 既然不想在这所大学读 那咱们就换一所大学就好了 国内的大学不想读 那咱们就去国外 找一所大学读呗 于是 养父母又拿出了大瓦的钞票 把严豪杰一入 就送到了英国读书 养父母以为 换了一个全新的环境 和截然不同的教育方式 他这次肯定能把大学给读完的 可是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 在英国留学没多久 杨豪杰就又读不下去了 他甚至连毕业证都没有拿 就再度辍学回国了 他就是跟当勒不思蜀的流善一样 是个扶不起来大抖 养父母鞠躬尽瘁 全力地托举 都没有把他给扶起来 杨豪杰的父母并没有意识到 过于地放纵孩子 可能是毁了他的最好方式了 他们不仅没有劝说 严豪杰好好把书给念下去 反而觉得不想读就不读算了 并且再次地给他安排好了退入 给他找了一份工作 但是这份工作的收入很低 就只有三千块钱 虽然自己要学历没学历 要经验没经验 但是从小大手大脚的严豪杰 怎么可能会看得上 这份三千块钱的工作呢 一个从来不用自己的努力 就轻易地拥有了万贯家财的人 对眼前的这个工作 显然是不屑一顾的 果不其然 和之前读书一样 才工作没多久 杨豪杰就厌倦了 又不想干了 不过这次 他没有跟养父母说 是村里的人给严妇打电话 说他的儿子好几个月 没有交社保了 严妇这才得知 杨豪杰已经辞职有几个月了 严妇发现他既然没有出去工作 却是每天都是跟正常上班一样出门的 就开始觉得不对劲了 他很严肃地问 严豪杰到底是怎么回事 看到纸包不住火了 严豪杰才告诉养父母 自己这几个月 跟几个狐朋狗友 一起迷上了赌博了 而且他跟所有的赌徒一样 是越赌越输 越输越赌 最后怎么样呢 严豪杰因为赌博 在外面偷偷地借了高利贷 而且金额高的是离谱 总共是两百多万 这简直是太呼来了 一个家庭 就算是家财万贯 也嫁不起孩子这么糟 更何况这个时候 严豪杰的家境已经是金飞鸡笔了 他父亲的身体出了很大的问题 肠癌晚期 一个正在经受病痛折磨的父亲 偏偏还摊上了这么一个不省心的儿子 换了其他人 这会儿都自身难保了 估计都会选择撒手不管 让孩子好好长长教训吗 但是说来可悲而又可叹 杨豪杰的父亲 是一个极具责任心的人 正所谓可怜天下父母心 哪怕到了这么不堪的地步 杨豪杰的养父母竟然还是选择了给儿子兜底 养父母再次慷慨解囊 拿出两百多万出来 帮他还掉了所有的赌债 杨豪杰为了表示自己戒赌的决心 还在家里给严父严母跪下 还写了保证书 保证以后不再赌博了 也许是觉得娄子捅大了 这件事之后 杨豪杰确实是收敛了不少 他还开始工作了 待人接物也很像那么回事 父亲和亲同好友们 都以为他经历了这件事情之后 终于是浪子回头了 2020年的元旦 在严父严母的操食下 严豪杰和刘敏结婚了 刘敏是个小学老师 有着稳定的工作 端庄大方 两家人门囊互对 后来听说儿媳妇结婚后 没多久就怀孕了 父母更是开闲得不得了 感觉自己总是守得云开见月明 幸福的话卷似乎从此就要展开了 如果事情到这就结束的话 这应该算是一个迷途知返 浪子回头的励志故事了 然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变故往往是突如其来的 是出击不易的 谁都没想到 结婚才短短三个月 严豪杰再度失控 他对妻子一家 做出了不可饶恕的事情 而这中间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对于严豪杰的恶劣行径 受害人刘敏父母是充满了愤恨的 他们甚至把自己的愤怒 迁移到了严父严母身上 他们认为严豪杰不务正业 痴迷赌博 这么大的事 绝对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形成的 结婚之前 亲姐近人从来都没有透入过 刘母表示 如果自己事前知道 严豪杰是这种人 是铁定不可能把女儿嫁给他的 都是因为自己夫妻的疏忽 和严豪杰父母的刻意隐瞒 才把女儿给葬送了 然而对于这出悲剧 严豪杰的养父 也表示是非常意外的 他跟警方说 自己当初并没有刻意地隐瞒这件事 当初帮儿子还钱的时候 他有跟儿子说过给他两条路 一是改邪归正 从此好好的工作 他才会帮他把钱还掉 并帮他好好地安排结婚的这个事情 严妇表示 自己也是帮孩子还了赌债之后 看儿子确实有改邪归正的倾向了 他才放心地让他们结婚的 谁想到严豪杰会重蹈覆辙呀 严妇说的是情真义切 不像是在撒谎 警方调查了严豪杰周围的邻居得知 严豪杰平时都是笑嘻嘻的 为人和善 从来就没有听说有任何的暴力倾向 那到底是什么事情 让他在转短的三个月之后 就要为了25万 选择残忍地结束了自己妻子和孩子的生命呢 其实很简单 因为赌博就跟吸毒一样 是会成瘾般 不仅难以戒除 还会变本加厉 虽然严豪杰答应了养父母 从此洗心革面痛改前非 实际上他根本就是烂泥扶不上墙 没消停多久 严豪杰竟然是再次滑入了赌博的泥潭 而且和上次一样 他很快又欠下了高额的赌债 金额是高达一百多万 但是这一次他不敢跟自己的父母说了 在被债主逼劫了之后 他不仅是瞒着父母 偷偷将自己价值一百万的豪车给抵押了 因为钱不够 他还在2020年的3月20号上午 驾驶着狂幼的丰天台美瑞轿车 于八时许 史至其岳父母住处 在二楼卧室内 向琪琪刘敏索要抢款 用于归还赌债 却遭到了刘敏拒绝 严豪杰认为 那个钱都是自己家给妻子家拿的 说白了就是自己家的钱 自己只是借来用一下 也不是全部都拿走了 而且只是区区的25万而已 妻子不愿意就算了 还责骂他不顾父亲重病 不顾即将出生的孩子 无所事事 游手好闲还败家 恼羞成怒的严豪杰 于是随手拿起桌上的水果刀 意图吓唬妻子的同时 顺利地拿套钱 谁知道妻子刘敏并没有被他吓到 依然是不松口给他拿钱 他气不过用水果刀 往妻子身上就连刺了三刀 其中一刀刺中了刘敏的左锁骨 造成其动脉破裂 导致打出血死亡 妻子死了后 为了掩盖自己的杀人罪行 逃避刑罚 严豪杰拿出了打火机 点着了刘介的窗帘和床搭等 毅然物品 企图制造意外失火的假象 然后关上门 开车逃离了现场 回到父母家之后 自知罪孽深重 难逃惩罚的严豪杰 跟父母坦白了自己的罪行 最后在严父的带领下 到关机关自首 2021年7月30号上午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对上海市人民检察院 起诉指控 严豪杰故意杀人 放火一案 公开宣判 对被告人严豪杰 以故意杀人罪 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第二个案件 俗话说 消财免灾 消财免灾 说的呢 就是用钱财去消除灾难 今天讲的这个案子 可就不一样了 被害人把自己所有的钱财 都给了凶手 可谁曾想 最终还是没有抖过血光之灾 甚至一家六口 都被凶手残忍地杀害 其恶劣程度令人发指 接下来 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这起 害人听闻的凶杀案 该案发生在 我国西尾部的大城市 乌鲁木齐 上个世纪90年代 随着改革开放 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下海经商 而曾经门可罗雀的 西坝新华旅社 也赶上了这波改革浪潮 摇身一垫 成了门庭弱势的 服装批发市场 这个地方 可以说是见证了许多人 从捉襟见肘 到发家致富的过程 也让不少敢拼敢闯的人 转眼就成了大老板 日进斗金 张胜利 就是其中的一员 张胜利是四川人 早年离开家乡 到乌鲁木齐闯大 年纪轻轻 就靠在新华旅社批发职场 做服装批发生意 而发家致富了 为了方便照顾生意 张胜利一家 就在离新华旅社市场 只有一步之遥的 大西门居民区 租了个房子居住 眼看的生活 是越来越好的他们 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将会面临着一场 毫无人性的屠杀 1999年8月7号 晚上7点刚过 张胜利接到了一个 自称是电信局的电话 打电话的男子 自称是市电信局的 说是当天晚上 要连夜给大西门居民区 安装电话防盗装置 让张胜利晚上留一下门 接到电话的张胜利 也没有多想 也就答应了 当天晚上 张胜利就把门扮演的 等电信局的人 来安装防盗装置 可是等了很久 电信局是迟迟都没有来 张胜利心想 或许是安装的住户太多了 就把门关了睡觉了 不一会儿 睡梦中的张胜利 听到了敲门声 他也没看时间 也没有多想 心想铁定是来 安装电话防盗装置的 于是就起身去开了门 张胜利一开门 就冲进来两个人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就朝着他头上 狠狠地就敲立狼头 张胜利捂着头 身体东倒西歪 恍惚中看见 又进来两个人 而且四个人 都是手持的匕首的 这时的张胜利 才反应过来 是遭遇入室抢劫了 于是他连忙大喊起来 可是凶手 哪会等他肆意地喊叫呢 还没等他叫几声 其中一人拿着匕首 朝着张胜利 就狠狠地捅了过去 瞬间张胜利便晕倒在地了 这时另一个卧室里的毛居花 张胜利的妻子 和他的两个侄女 也被客厅的洞面给惊醒了 于是朝着窗外大喊 救命了 杀人了 快来人了 附近某单位的几名保安 听到了毛居花和侄女的求救声 于是便拿了警棍 朝着呼喊的方向就赶了过来 然而一切还是太迟了 四个凶手听到毛居花 和他的两个侄女在大喊救命 于是立马用匕首指着他们 威胁道说 你们再喊 就把你们通通都给杀死了 快说 钱在哪儿的 说了呢 我们就放过你们 毛居花是赶战心惊地 告诉了他们家里放钱的地方 原本以为凶手拿到钱以后 就真的会放过他们的 可令人没想到的是 四个人拿到钱后 居然开持了一场 令人发指的大雏杀 把毛居花等五人 统统乱刀捅死 就连张胜利三岁的小儿子 都没有放过 几个人倒在血泊中 现场是惨不忍睹 甚至连其中的一个凶手 看到都被吓得大喊 杀人了杀人了 这一喊不仅是吓到了凶手 拎上现金仓皇而逃 同时也惊醒了小区的居民 报警的格某回忆说 当时自己就是被楼上 大喊的杀人了所惊醒的 随开门查看 然后又听到 慌乱逃散的脚步声 然后小心翼翼地 跟着下楼以后 看见两名保安 一路大喊 骑楼杀人了 一路追赶了 一辆红色的下列出租车 然而保安还是没有追上 很快这辆红色的下列出租车 就消失在了夜色中 8号凌晨5点左右 警方赶到了案发现场 令人遗憾的是 除张胜利还有生命体征以外 其余5人 不仅身上有多处被捅的伤痕 而且还被残忍地割断了动脉 流血过多而亡 除此之外 6个人的守军被反绑了起来 于是警方立刻把张胜利 送往医院抢救 他也是本案破案的关键 而另一边 警方也对现场进行了仔细地勘察 张胜利家可谓是血流成河 现场是惨不忍睹 而警方在混乱血腥的现场 找到了尼龙绳 匕首 乳胶手套 汽油 蒙面用的女人半个连裤袜等 紧接着 警方又在5楼的楼梯间 找到了一个被丢弃的双肩背包 里面是装着11万的现金 而在张胜利所居住的这栋楼下 警方还在发案的住宅楼前 发现了两辆自行车 经一系列物证 以及凶手的作案流程来看 警方初步分析 凶手应该与被害人熟知 因为凶手不仅知道 张胜利家的电话和住址 而且还蒙着面 应该是害怕被他们给认出来 那到底是谁呢 幸运的是 张胜利虽然是身受重伤 但最终还是福大命大 被抢救过来了 而警方也一直是守在 张胜利的病床前 生怕他再次被打击报复 也想第一时间了解到本案的关键信息 所以张胜利一醒来 警方具队案发经过等进行了询问 张胜利向警方提供了三个嫌疑人的姓名 刘某 惠某和赵监 经警方的询问和排查 首先排除了刘某和惠某的嫌疑 那凶手会不会就是赵监呢 据张胜利回忆道 因为赵监的父亲也是新华旅社的服装批发商 张胜利长期在他这里进货 一来二去的也就和赵监认识了 赵监知道 张胜利7号去银行取了大量的现金 8号要到广州进货的事 而且还委托张胜利给他埋几顿书 而且张胜利说 虽然当时有个人蒙着脸 但是那个人蒙面的体型和赵监是极为相似的 于是警方立刻前往赵监家进行调查 可是好巧不巧的 赵监正好不在家 就在大家毫无头绪的时候 8月22号 乌拉伯一旅士的老板娘报了警 老板娘声称 出现了一个行为怪异的旅客 他说一般的旅客 来他这种郊区的旅店 都会跟他讨价还价的 但是这个旅客却是出手很阔绰 脾气还不小 而且左手还有个伤口 老板娘想到了之前收到的通缉令 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于是就报了警 听到老板娘这样一说 警方立刻行动 对此人进行了抓捕 果然是不出所料 此人正是赵监 更搞笑的是 赵监还将自己具有标志性的浓眉毛 刮得是干干净净的 这不就进一步证实了他心里有鬼吗 刚开始 赵监矢口否认自己和这件事情是有关的 最后在警方的藏腾逼问下 赵监终于承认是自己所为 同伙有王赵江和白玉文白玉国俩兄弟 赵监为什么会做出如此丧尽天良的事情呢 赵监的父亲得知此事时 也直呼不能理解 赵监24岁辞职以后 便移植帮父亲经营的服装生意 而且原本下月9号 就要和女朋友王慧霞结婚了 为了让赵监的婚礼体面 赵父也是有求必应 赵监买房子布置装修家电家具等几乎都是赵父出的钱 那既然如此 赵监为什么还要抢钱呢 刚开始赵监还满口的胡话 说自己在筹备龙虎帮的经费 实际上他就是纯抢钱 想钱想疯了 而王赵江是赵监在部队里的战友 后在无视当地一个旅行社车队里当秀礼工 而另外两个白家兄弟是甘肃的民工 1995年到了新疆混迹 他们是给赵监装修新房的时候认识的赵监 由于赵监的新房布置得很豪华 所以他们一直认为赵监是很有钱的 白家两兄弟就非常听赵监的话 为了进一步证实几人的犯罪行为 警方对王赵江的未婚妻雷小宁也进行了询问 由于害怕 他最终供出了几个人的罪行 以及藏匿但有血字遗佛的地点 这样赵监王赵江几人的罪行算是彻底的实锤了 接下来就是对剩下的几人进行抓捕了 一部分警力驻守在了王赵江的家里 另一部分警力则是根据王赵江和白家两兄弟 平日里的行踪进行搜查 正在大家搜寻无果的时候 警方收到了一个抓捕嫌疑人的关键信息 就是除了白老大和白老二两兄弟之外 白家还有一个老三在乌鲁木齐 接收到了这个消息之后 警方立马去去找了白家老三询问情况 白老三夫妇也很痛恨他们的恶行 所以也很配合警方 他们交代 昨天白老二确实来过家里一趟 他只是说大哥出事了 但是没说现在他在哪里 紧接着白老三又说 白老二和北门的一个刮摊老板关系是不错的 可以问问他白老二的行踪 于是警方立刻去刮摊蹲守老板 并将白老二所犯的案件告诉了他 听到白老二犯了这么大的事 老板可是吓得不轻 于是立刻说 白老二可能还在他家的煤棚里睡一觉 警方听到后派人包围的煤棚 果然白老二在里面睡觉 就这样白老二就被抓获了 而白老二正是被当时吓得大喊杀人了 导致他们自腕震脚的那个人 接下来就是抓王兆江和白老大了 这两个人又逃到哪里去了呢 9号一大早 有人收到了来自北江门户的达坂城巡护电话 警方猜测很可能就是再逃任远 于是就立刻赶往了达坂城 警方把王兆江和白老大的照片 拿给电话亭的老板对比查看 电话亭老板一眼就认出了打电话的就是王兆江 而且还告诉警方 王兆江还给一个广州的女子打了电话 老板隐约听到王兆江说他出事了 想去投奔那个女的 而两天后 乌市电信局又监控到了 王兆江在兰州火车站电话亭 给乌市打了的传呼 于是警方又立马前往了兰州 并请求兰州的民警协助调查 兰州民警立刻前往了兰州火车站 可是里里外外都找遍了 也没有找到王兆江 或许带警方来之前 王兆江已经乘火车逃离兰州了 但是自那儿以后 警方就再也收不到王兆江的消息了 王兆江也没有去广州的女朋友那里 难道他已经发现警方盯上他的女朋友来 所以迟迟不敢现身吗 但是乌市警方并没有放弃 而且前期他们分析 王兆江逃走后就只贷了三千元钱 他吃不了苦 所以钱肯定很快就会被祸祸完蛋 钱用完了 必然这回打电话求助 事实证明警方的分析是没妥的 15号 王兆江果然再次给他的广州女朋友打电话要钱了 这次电话的来源是在长沙 说来也是有趣 本来王兆江不至于这么快就把钱给花完了 全得益于路上碰见了那的小偷 原来王兆江从兰州火车站 打完电话以后为了掩人耳目 并没有坐火车 而是乘到了汽车 先到了宁夏 然后又转到西安的 最后才从西安乘火车到了郑州 然后辗转长沙 而就在郑州到长沙的火车上 他由于太累了就小气了一会儿 谁知道他醒来才发现 身上仅剩的一千九百元全都被人得偷了 无奈之下 他才给广州的女朋友打了个电话 警方监听到 王兆江正是让他女朋友给他送钱来的 但是由于王兆江女朋友没有身份证 坐不了飞机 所以两人就协商让另一度 王兆江认识的女子 于16号帮他女朋友去送钱 听到这一消息 负责蹲守的王勇复辉都已经是高兴坏了 但是两人却买不上机票 而广州非常沙就只需要一个小时 如果错过这次机会的话 下次再抓他就很难了 紧急之下 王勇复辉只好打电话 寻求长沙警方的协助 宋钱的姑娘由于穿着闲雅 而且是行色匆匆 所以一下飞机就被长沙民警给盯上了 紧接着 他和王兆江在火车站见了面之后 王兆江是东张西望 见没有可疑之人 然后才与宋钱的女人一同前往一家餐厅用餐 这时长沙民警立即给王勇复辉打电话 描述了此男子的样貌 以及手臂上的伤 待王勇复辉确认此人正是王兆江之后 长沙民警立刻对王兆江实施了抓捕 被抓时 王兆江还在狼吞虎咽地吃着东西 十分落魄的样子 当月18号 王兆江被押回乌鲁木齐关押后神 而白老大呢 民警分析相比王兆江 白老大是比较能够吃苦的 所以便派警员在巫师的眉窑 以及其他出苦力的地方蹲守搜寻 相信过不了多久 白老大也会落网的 毕竟天网灰灰疏而不漏 坏人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终究会受到应有的惩罚 中文字幕作成者 杨栋库